好的各位寶友們 今天這一集啊 我們是要來講 就是關於這個寶可夢的帳號 要買來可以幹嘛 因為剛剛我上傳了前一部影片 就在剛剛 那馬上就有寶友密我啦 然後就詢問我說這個帳號可以買來幹嘛 那當然還有帳號買來要冷卻嘛 因為剛好就有客人跟我買帳號 OK 那我簡單說明喔 帳號可以買來幹嘛 我們大家應該都知道 可能有一些人不知道 總之寶可夢遊戲它是這樣子啦 30等以下沒有辦法抓IV100 什麼叫沒有辦法抓IV100 就是30等以下的IV都是隨機的 我們30等以上的玩家 飛過去 不管是飛過去還是人到那邊 總之你點進去那個戰鬥畫面 我們看到都是IV100的話 假設它是IV100 30等以下的帳號點進去 IV絕對不會是100 它是隨機的 好 那要怎麼樣可以IV100呢 就是你一定要30等以上 所以說這個遊戲在30等以上 又是另外一個境界了 所以為什麼 我都會建議保友就是說 欸 30等以下你就先認真練功吧 別再追求什麼高IV 因為你現在抓到也抓不太到 什麼高IV啦 都是很爛的怪啦 基本上 等級也不夠嘛 所以一定是先往前衝 那這也是為什麼要賣30等以上的帳號 所以很多保友他就會選擇說 欸 我要30等還是40等 那這個時候我又會給一個建議就是 30等的話就是很標準嘛 就是你 基本上就是拿到想要點高IV的 可是 我會建議用40等的 為什麼呢 首先 價格上沒有差太多 好 30等的帳號 我這邊是300 那 40等的帳號我這邊是500 那內容物差了多少呢 其實差10萬8千里 怎麼說 30等的帳號呢 簡單的 裡面大概只有十幾萬的星塵 就是星沙 然後色違通常是0到大概2隻左右 那40等的帳號差在哪裡咧 40等的帳號可就多囉 星塵大概都有180萬起跳 可能200萬 甚至200多萬都有可能 最少也有180萬 這是基本 再來 色違數量 色違數量 那基本都有幾十隻 幾十隻對 因為有時候有十幾隻 二十隻 所以就是幾十隻 那當然你運氣好一點 可能會拿到更多的帳號 更多星塵的帳號 更多色違和星塵的帳號 都有可能 這都隨機的 因為這種價格 我不會給客人挑 不會給保友挑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很多保友會說 那我乾脆買40等的 就是這個原因 好 那再來又保友問了很多 當然我覺得這個問這個很正常 因為他說 請問裡面有神獸嗎 抱歉 都沒有 以後不要問 我剛剛的影片也有講 以後都不要問 我這邊不會有 因為其實你看價格就知道 這個價格要有神獸 其實通常是人家不玩的 或是想要淘汰的帳號 一般是這樣子 當然有一些可能 比較佛系的 就是更佛系 他可能真的 可能嫌帳號太多吧 我也不知道 這種算少數啦 那你可以找他買 沒關係 我這邊就是單純拿來飛的 所以裡面不會有神獸 要神獸自己抓 OK 再來 帳號買來要冷卻嗎 這次很多保友會問的喔 問這個也是沒有錯 那我可以很快很簡單的告訴你 不需要冷卻 為什麼 因為我這邊的帳號出去 都至少冷卻超過一天以上 為什麼 因為我要觀察會不會收黑函 甚至有的帳號都已經超過一個禮拜 甚至一個月都有可能 因為我這邊的帳號很大量 很大量 我的手機非常多 相信有看我影片的保友都知道 所以我根本不缺帳號 所以大家也不需要擔心說 欸 有沒有可能帳號被盜回去 我跟你講很多商家真的會幹這種事喔 但是我這邊不會 為什麼呢 因為我帳號太多了 我根本不差啊 不差你這一個帳號 我要帳號這麼簡單 你們自己看我手機量就知道了 通常會那種搞到帳號 通常啦 都是一些就是 他可能 沒辦法這麼快速生產帳號 啊我那麼多 你們看到也就知道了 看我的這個配備就知道 這個專業的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好 那再來啊 很重要的一點 關於這個 這個就跟帳號沒有關係 帳號就是剛剛介紹的那些 這個我就帶過了 那今天有個很重要的東西喔 這個不管是任何的玩家 不管是開外掛還是陸軍 總之呢 這個都是有相關的 因為概念是一樣的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喔 以達到當日捕捉上限喔 那這個東西呢 補給站跟寶可夢上限 這個是這個PAC 他偵測到說 欸我們上限了 沒有辦法再翻補給站了 那這個部分呢 我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其實之前的影片已經有提到 但是因為很多保友還是不太懂那個概念 所以我再特別簡單說明一下 那這個上限的概念是什麼呢 首先呢 最近已經知道的消息 有看我前面影片就知道 寶可夢公司呢 其實已經調降了這個補給站的上限 調降到600 那但是呢 很多的社團 以及這個 群組他們的說法是 欸沒有 沒有調降 實測沒有 好那關於這一點 我也不想特別說什麼 因為這個也沒什麼好爭論的 因為也許 就像我自己測試 我測試我的實測 我直接告訴大家答案 第一天的帳號 這種新創的帳號 一等帳號 開始掛的時候 的確 目前還是將近1200 也沒有1200喔 是1172 大約是這個數字 會浮動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可能是遊戲的問題吧 我也不知道 總之呢 也沒有到1200 它的上限就是1172 從1等到這個 33等左右 這個當然 攸關你有沒有開幸運彈 如果有開的話 等級可以到35等 也沒有問題 但是補給站的部分呢 就是1172 左右 也不到1200 好那再來 為什麼會說調降到600呢 後來我再實測了一下 喔 我發現 你只要上限過 第一天這個 新帳號可以1172左右 好我們就讓1200好了 但是第二天開始 就算我的冷卻 就是這個 上限已經超過24小時 我再掛的話 不好意思 只有600 這是我目前個人實測結果 不代表所有人都一樣 大家可以有興趣可以自己測試看 啊其實我也覺得這個 測出來不管是怎麼樣 我覺得這也不需要特別去爭論啦 總之呢大概就是這樣子 因為補給站多少對我們來講 沒差啊 你就是換個帳號碗而已啊 這有什麼 對不對 好那再來 今天要特別說明的呢 就是關於這個 上限的部分 因為很多人搞不清楚 這個才是重點 其他都不是重點 好 這個上限的部分 要怎麼 怎麼去計算它的重置 很多把我都說 到底幾點重置啊 很煩耶 一直在上限 奇怪我今天有沒有玩 或是怎麼樣 好來我們來簡單說明一下 舉例好了 以現在的時間來說 嗯 是10月20號 好 那我們用隨便舉例一個時間 假設 10月20號的 嗯 早上10點 我開始掛機 不管新帳號還是舊帳號喔 我就以當作前面都沒有玩 都沒有掛 我當作新帳號好了 好 我開始掛機 啊舊帳號的話 你就當前幾天沒有玩 因為其實你有玩的話 會影響到這個上限 的這個時間點 好 我們就先當作好幾天沒玩 或者是一個新帳號 這樣的話就非常乾淨 好 那我們開始掛 假設呢 以早上10點開始掛 你掛到下午的 4點好了 好 11 12 12 12 3 4 好掛6小時 假設是6小時 當然啦 這個又攸關這個 例如說你在西班牙可能3個小時就上限 你在台灣可能要花到8個小時之類的 好不管我們就先撇開這些原因 我們就當作就是掛6小時就上限 好那請問這個重置時間 上限的重置時間該怎麼算呢 其實非常簡單喔 來我們10月20號早上10點開始掛機 那就是10月21號的早上10點重置 那重置是全部重置嗎 並不是喔 舉例好了 記得喔 是24小時制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24小時制 就是你昨天的幾點弄的 弄了幾個 你今天的幾點就可以弄 再弄幾個 你想多弄也不行 以此類推 當然你如果沒有每天玩這麼兇就沒有關係 那就不會有遇到上限的問題 但是因為像我們用PAC這種專業掛機來講的話 一定都在上限的啦 像我這個帳號基本上我這樣掛好 我一天要換3P帳號 3P帳號什麼概念 以我現在30幾支手機 30幾支手機 算30支就好了 3P帳號是怎樣 是90支帳號啊 我每天就換帳號就飽了 這樣可以了解吧 所以後來啊 我的玩法是什麼 對這就是更重要的 我在教大家怎麼玩 如果今天你有用刷機的手機有跟我買的話 我的玩法就是 今天掛這一支 我中間 我明天會休息 因為我懶得去算了 好煩啊 我中間就是簡單來講 我是兩天掛一次 兩天掛一次啦 今天掛明天休 今天掛明天休 然後那個 今天掛明天休 1掛2休 3掛4休 5掛6休 以此類推 你用不同P的帳號去換 這樣你就可以 不用擔心上限的問題 不然真的太累了 好煩啊 一直在跳上限 沒事就要一直改帳號 太麻煩了 所以我的玩法就是這樣 那當然 這每一個人 可以自己決定 因為我帳號多 所以我會有這種困擾 那像大家如果 一般玩家 不會有這種困擾 因為不會拿來賣嘛 一般的玩家 就是單純玩好玩啊 或是他可能 想要這樣培養啊 之類的 或幫朋友練 那這個就是看你們個人 那請記得喔 冷卻時間都要注意喔 你要幫朋友練什麼的 冷卻時間都要注意一下 那這就大概是我的玩法啦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 反正你只要 間隔超過這個24小時 他就重置囉 OK 對了還有剛剛有幫朋友問啊 Yu你不是說 三方程式會鎖嗎 為什麼你要用這個 這不是PGS再加上白閃程式嗎 欸對 會鎖 為什麼我要用勒 因為三方程式真的很好用啊 那當然蘋果沒有這個 沒有辦法用嘛 不然我也會用 因為基本上 我的贈套太多啦 我不怕鎖啊 鎖了就算啦 鎖了我就刪掉啦 只要收黑我就刪掉啦 那這個要幹嘛咧 有客人買嘛 那所以 有很多人會說 欸有有沒有賣色違 有 有 你要買這一支可以 請先準備 新陳100萬 因為加好友馬上交換就是100萬 那你只要有 我都可以賣 至於多少錢 每一支不一樣 所以 為什麼我要用這個 因為很方便嘛 我相信其實有用三方程式都知道 它真的很方便 因為我帳號很多 所以鎖掉就算了 我新陳用掉 這個帳號也廢了 對我來講 我也懶得掛 如果他還活著 我就拿來刷PAG加減刷一些新陳 如果被黑了 我就直接刪掉 反正我再創一個帳號 我一堆帳號可以用啊 我根本沒有差別 這就是為什麼 我還是要用它 就是這個原因 當然啦 PokeList 這個刷機的手機 PokeList 也可以實現這個功能 可是呢 PokeList 有個缺點 就是它 該怎麼講呢 它是免費城市 所以 它的一些BUG比較多一點 然後再來 它的國家 好像不是這麼的全面 沒有那麼全方位 它沒有把全世界的都弄出來 這是我有發現 它好像只有特定的幾個國家 幾乎是這樣 當然啦 免費城市 大家不要要求那麼多 像我就是 啊 用 就加緊用 Bug多 那就算了 沒關係 有時候它會掛一掛 怎麼 PokeList 閃退了 沒關係 我們就再開回來 對不對 有時候掛一掛 怎麼它沒有點進去 算了 沒關係啦 反正免費城市 我們大家就將就點用 畢竟人家開發城市 讓我們免費用 你大家都要抱著感恩的心 真的 好 那今天影片就大概到這裡啦 希望大家都可以抓到色違滿滿 然後如果有需要代贊助的話 歡迎找我 然後再來就是 我的刷機手機 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找我 感謝大家 大家掰掰 拜拜